首先问候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经文呢是在12章到14章 那我们给他一个主题是殉道者与撒旦的战争 与撒旦之战 那今天的经文看起来呢也是有的时候很难明白 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关于666的这个片段 大家都在想那666到底是指什么 好像似乎好像信主这么多年啊 讲到666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啊可能是芯片啊 也有人说可能是是不是这次的疫苗护照呢 是不是说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疫苗护照去领受的话 是不是受了受的印记呢等等 在这里面这个受的印记到底是指的什么 因为你发现有些地方还真的有点类似啊 但具体是不是真的是指那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最近你不打疫苗啊 你去理发店人家不给你理发 那你如果不打疫苗那甚至有些集会他不让你参加 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如果你不受这个受的印记啊 你就不能做买卖啊似乎就是好像有点类似点 但是呢到底是不是啊这个6666指的就是芯片啊 或者指的就是什么疫苗护照啊或者说是到底是具体指什么啊 我们自己可能在信主这么多年也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 关于666的解释啊受的印记的解释 那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我想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也会探讨到啊 那当然我们今天呃重点也不只是说讲666 我们重点要讲的是殉道者 也就是基督徒啊神的儿女 那跟撒旦之间的一个战争 那在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把这个战争呢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那我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启示录里面用了大量的这个比 好像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 预言的方式 这个预言的方式不是那个预表的预啊 就是那种寓意的预啊 就是预言的方式 就寓意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呢 那大家不要忘记啊 在呃在那个时代啊 就在主后一百年那个时代的左右啊 时间当中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是大遭逼迫的 如果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话 请问当时基督的日子就会更难过啊 更不容易 所以说在启示录里面在讲的时候呢 其实是神的儿女呢是看得懂的 那就知道大概指的是 就是指的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这里面讲的这个寿的印记啊 在启示录当时 如果指就是凯撒 那就是指当时的这个凯撒皇帝 豆米仙 那请问如果这么去解释的话 这么直接直接写的这么清楚的话 那基督徒日子更不好过了 是不是 本来基督徒就大招逼迫 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如果说有很多话 很多细节讲得在非常的清楚的话呢 那对那些非基督徒来讲呢 他们对基督徒的逼迫呢 会更加严重 那所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其实上帝用这种非常奇妙的方式 独特的方式去写下了启示录 让约翰去写下了启示录 那他如果说在当时直接写啊 是那个凯撒就是那个66的印记 或者尼路王就是那个666寿的印记 那如果这样去描述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跟我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 那所以说我觉得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他为什么要用一些预言的方式 那又用一些好像 让我们似乎是指的某一个东西 但是呢好像又 又不具体停留在那个事物上面 事物的本身上面 那所以说那这也是启示录的一个 非常独特之处啊 我在看的时候也是在想啊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那这里面讲到这个关于兽的印记 包括这些富人和龙啊 讲到这个什么海兽地兽啊 后面又讲到了14万4千人 那其实你会发现 他其实不单是指当时那个时代 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他同时也是指曾经过去也发生过的 那曾经也指将来要发生的 那所谓我们其实就是启示录 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们的将来 就是他们的未来 那由于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现在 其实启示录在未来同样也是一样 在我们的未来 启示录照样也是指向的 那所以说可以看到启示录 它是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说 这个耶稣对这个约翰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美加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所以整个启示录 它其实是包括了 过去现在和将来 那启示录里面甚至还讲到了 关于创世纪的一些内容 那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那个蛇 或者那个龙 那都讲得很清楚 你会发现启示录还概括了创世纪 然后呢又是一个总结 所以说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是非常奇妙的 我想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新闻 可以更多的来探讨 那我给他起了一个主题 是殉道者与撒旦之战 那为什么要起这个主题呢 是殉道者与撒旦的战争呢 那我们待会在这个第一大典里面 富人和龙的战争 战争当中特别会提到 包括后面讲到兽的印记 还有讲到了这个14万4千人 那我为了这个字的对应 我就写了14万4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对应一点 大家看的时候也比较清晰一点 那讲了总共三章 每一章呢 都给他有个标题 那在第十二章特别描述了 关于富人和龙之间的战争的一个画面 那第十三章里面 特别讲到了这个关于兽 他跟基督徒之间的一个战争 这个画面 那后面讲到了这些14万4千人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 在羔羊面前 就是称颂敬拜的一个画面 还有最后幕后的一个大的审判 一直到最后 就是说神最终的那个审判 会分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这样的一个结局 所以在这个14章也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我们上次之前讲了七号 上半段和下半段 上次讲了这个七号的下半段 那七号的上半段 我们给他的主题是上帝对殉道者的儿女们的一个回应 就是深渊 也就是殉道者 他们的 他们被就是上帝来回应殉道者的祷告 我们之前是这么分享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前面的这个六印 我们讲到了第一 讲到六印 那不是六号 六号是神对殉道者们的祷告的回应 那后面讲到最后一号 那也是讲到了 那神对殉道者 他们祷告的回应 那在这个第七号之间 就是七号跟七晚之间 穿插了一个画面 不是一个画面 是很多画面 那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 就是妇人与龙受的印记 包括14万4千人 那这是在第12章13章14章 那这是一个这样的中间的穿插 那当然这个穿插也是非常非常的 看起来非常精彩 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有点困惑 虽然精彩 但是有很多疑问 有点看不懂 甚至有的可能看着看着 就不知道看到哪去了 好像有一点还读不下去的感觉 那其实我们要想象一下那个时代 我们再次的提醒 因为那个环境当中 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很直接 也不能讲得很明确 那讲得很直接很明确 那都对那个时代的基督徒 那都不会带来好处 反而增加他们逼迫的环境 因为只能讲得比较寓意一点 就像我们知道以前 中国古代的时候 有些书 在那个时候 文字语非常厉害的时期 流行的时期 那那时候很多人他们写的 比如像《红楼梦》 什么西游记 这些书你会发现 其实是对那个环境当中的不满 但是他要讲一个非常 好像让人感觉 好像有点稀奇古怪的 甚至讲一些什么 一些天上的事情 其实他是在纸地上的事情 他讲一些天上的东西 当然那个意味有点像 但是又不类似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有西游记的产生 有《红楼梦》的产生 那他其实都是在讲一些 跟当时的环境 看似好像不着编辑的一些话 就是好像突然做梦 或者说突然到了某一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讲了一些事情 那好像跟这个世代 世界讲的东西是不相关的 但是你会发现 那些书里面 他寓意所指向的 其实就是跟当时的社会 是相关的 只是他不敢直说 因为他直说的话 就会被逼迫 就会被抓到监狱里面 特别在文字狱 非常厉害的时候 这个自由的时候 你用的时候 就要特别留意 你不敢乱说话的 我们也知道在文革期间 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 那时候你随便说一句话 或者你说了一些什么 比如说可能你说 今天太阳不好 可能你就被去批斗了 为什么呢 你就觉得今天没有阳光 你就觉得心情不好 那他们就说这个 毛泽东就是红太阳 那东方升起了红太阳 你就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 好 拉出去批斗 那时候你看你连这些太阳 你都不敢讲 你看话什么话都不敢讲 在那种情况下 当你都不敢讲的时候 但是呢 你还要表达 那个社会环境的一种 那种状态 或者对那个社会环境的一种 诉求 那你怎么办呢 你很多时候就是只能是 寓意性的去讲 那其实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呢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话 也不敢讲 我们越来越可能要更加的注意 留意 甚至我们可能后面就要用比喻了 或者用一个不着编辑的 似乎看起来不相关的 那去去讲这些话 那因为这个环境的确是不太容易 你不敢乱讲话 你不小心你要说 你种族歧视 那你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呢 你里面如果说有些词汇表达的时候 你万一表达不好 那现在你慢慢 你就不敢讲话了 你要讲话怎么办 可能你 比如说你写的书 你也不敢写书了 你万一里面 你要扒出来 你有些种族歧视的概念在里面 那你也完了 有可能你就要 多写一些科幻方面的书 你写一些科幻方面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不会得罪任何人 那当然起书里面不是一个科幻 它是一个事实 它是透过一些意向 透过很多的内容 它要表达一些非常事实的东西 并且基督徒也能听得懂 看得明白的 但是又对基督徒呢 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也不会让基督徒的逼迫的指数增加 那反而又能够鼓励基督徒 当时环境下的基督徒 又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面 能够持守到底 那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这个 富人和龙的战争 我们就第一点 那这里面就讲到了什么呢 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七节到第九节 十节到十七节 我们分三个部分 那讲到这个富人和龙的这个意向 包括天使跟这个龙之间的战争 后面又讲到基督徒跟龙的战争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富人跟大龙的这个意向呢 我们看经文的内容 可以看到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 咱们先看这个第一点 那富人和大龙的意向这里面 对这个意向呢 有一些描述 这个描述里面讲的 我们看到这个 比如说对这个富人有一些描述 我们看到对这个大龙 也有一些描述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 圣经对他们是怎么样的描述 那么当然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想在这里经文的内容 我不特别去读了 大家可以讲到某些点的时候 可能会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大家后面 如果你这几天最近没有读的话 后面再读一读 我想大家可以更加清楚明白 那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想问一个 问的一些问题 用一些提问题的方式 大家可以思考 那这里面这个富人指的是谁 她身披日透脚踏月亮 那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又如何去理解 那这个怀孕的 这不是啊 抱歉啊 这个怀孕里面的这个孩子指的是谁 我少写了几个字 因为这个妇女怀孕了 她这个腹中有个男孩 这个男孩又指的是谁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待会我们告诉大家 那后面又讲到又有个异象 那知道这个大红龙 这个大红龙是谁 大红龙要吃掉这个富人所生的孩子 我们能去理解 男孩要用铁杖 侠管万国又能够又如何去理解 那你会发现这些内容 其实就是跟基督徒 实际所面对的信仰 是有直接有关系的 那上帝不会讲一些没有关系的东西 一定是这些话写出来 当时的基督徒一看就知道 这个富人指的是谁 这个大红龙指的是谁 如果他都不知道是谁 那肯定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信息是什么 说肯定知道是谁 那也当他知道是谁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在这里面描述的那些画面 描述的那些核心 其实已经把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战争就描述出来了 就是这个富人跟大龙之间的战争 也描述出来了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富人跟大龙的这个战争 你会发现又像 非常像创世地理的一个画面 就是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 就在创世纪里面说的什么呢 那富人要与蛇的后裔 要彼此为仇 那蛇要伤这个富人后裔的脚跟 是不是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跟 但是女人的后裔 要伤那个什么呢 蛇的什么头 大家你看这一看 你看跟创世纪有串联在一起的 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是不是 那就就就非常清楚了 这个富人指的是谁 那指的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把它指向教会 也可以啊 也可以这样理解 也可以指向在创世纪里面 那个富人 其实就是女人的后裔 重点在这里讲的 其实就是 就是女人的后裔 包括在这里面讲的 这个女人的后裔 不但讲到了耶稣基督 还要讲到了她的儿女 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富人有人说她是玛利亚 我觉得这样理解 也不是说绝对完全错误 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更多指的是什么呢 是米塞亚的一个被救赎的一个团体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教会 那这样的话呢 是比较比较客观一点的 所以这个富人指的是谁 指的其实就是米塞亚的团体 那从旧约古代一直到现在 从历史历代 到现在为止 所有那些相信米塞亚 接受米塞亚就是这个团体 我们可以 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就指到一个宇宙性的教会 和地方性的教会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 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宇宙性的教会 耶稣基督也正是因为 要拯救这个弟兄姐妹 拯救这些有罪的人 所以说他塑造了一个 其实就是说 因为这个教会 耶稣基督而诞生 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同时呢 也因为耶稣基督教会而产生 就是这里面可能 大概我们可以这么去 大概明白就可以了 因为太细节的话呢 我想有的时候意象 那你要是把它讲得太详细的话 有的时候呢 有点强词多理 也会比较麻烦 免得我们在头脑上面 有东西反而 绞在里面出不来 一般一个意象 或者预言 或者说这些 它基本上主要表达一个核心 那在这里面 其实重点是讲到了 就是说 神的儿女 或者说是 耶稣基督 跟撒旦之间的一场战争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那这个大红龙呢 它有七头十脚 七头戴上七个冠冕 那包括这个妇人讲到了 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那其实也讲到了 上帝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和能力 给这个权柄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基督徒 也就是做教会 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直到永远 所以这里面是强调了 那个荣耀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当然教会其实也不容易 因为教会的确是在地上 好像经过产难一样的这种存在 教会从古至今到现在 受到了多少的艰难 你会发现讲到 这个妇女怀了孕 非常的疼痛 那后面讲到耶稣基督 又讲到这个天使的堕落的画面 你会发现这样 她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就讲到这个龙 其实就是撒旦 后面又讲到这个龙就是撒旦 那他就带着天上的 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 那堕落 叛变 那他最后就变成了撒旦 那你会发现 撒旦当他失败以后呢 堕落以后呢 他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跟神作对 他首先的作对方式 是要吞吃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 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那说是耶稣基督 定在十字架上面 那其实在当中 撒旦也在当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因为圣经里描述 那这个犹大那天 就是说撒旦入了他的心 他就把耶稣卖了 那其实撒旦反而成全了上帝的美意 撒旦是要害耶稣 要杀他 要害他 结果最后呢 耶稣却透过这种死的方式 拯救全人类 耶稣有复活 战胜了罪恶死亡的权势 那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已经把这个信仰的内容都表述出来了 把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内容都表达出来了 我们又看到这个 最后这个男孩呢 他将来有一天要用什么呢 用铁杖 侠管万国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 他有一天他要做王掌权 那他就到 这里面又描述 他的孩子被接到神宝座那里去 你会发现这非常的相似 是不是 跟耶稣被接从天 到了天父那里 坐在他的右边 这个画面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说最后这个 耶稣到了上帝宝座那里去了 撒旦呢 就拿耶稣没有办法了 你会发现这个撒旦 他要找一个征战的对象 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天使跟撒旦之间的战争 因为在这里面描述了这个 撒旦呢 他率领天上的三分之一的这个 这种堕落的天使 然后呢 就堕落了 然后到了地上 然后呢 他要跟神作对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跟神的这些儿女们来作对 或者说教会来作对 那他还跟天使作对 你会发现在天上 就会发生一些战争 那米加勒 然后跟这个龙开始发生战争 但是呢 这个龙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那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下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那这里面就特别说到 这个约翰就听到一个声音 神的救恩能力 国度并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那这里面其实就描述一个画面 就是撒旦已经彻底的失败了 那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 创世纪里面所描述的 女人的后翼 要伤那个蛇的头 蛇要伤这个女人后翼的脚跟 那伤脚跟不至于致命 是不是 但是头被伤了 那就是致命的嘛 那后面就讲到那个头 好像是受伤了 是不是 我们待会看那个瘦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创世纪里面描述的一些画面 是非常的类似的 非常相似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多读圣经 你才能够更加融会贯通 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这个魔鬼会有一些装扮的一些方式 你看他作为天使 他又作为古蛇 他又控告弟兄 然后他又是一个愤怒者 你会发现魔鬼的身份也是在不断的切换当中 但是从刚才描述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撒旦的失败 他彻底的失败了 那神就把他赶出了这个曾经荣耀的地方 因为本来是在天上跟众天使成为敬拜者 那结果他因为犯罪堕落 最后就失败了 那就彻底堕落 就被上帝赶出去 那在这个跟天使的战争当中 那他也失败了 就撒旦失败了 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 最后撒旦就被摔在了地上 然后呢 就最后有一个画面 就是得胜的宣告 那就是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权柄已经来到了 并且救恩已经成全了 能力国度也都已经成全了 那有一个事实 就是撒旦已经彻底的失败了 然后呢 撒旦被摔到地上之后呢 他们心里还是有所不甘心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跟羔羊是没有办法再对着干了 跟天使也打不过 那天使也打不过 羔羊也打不过 然后他们到底要打谁呢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讲到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鼓励基督徒要喜乐 因为这个就是说撒旦的时候不多了 他就气愤的下到地那里去了 他非常非常的愤怒 因为天上没有他的位置 跟天使打仗 失败了 然后呢 跟基督作对也失败了 你看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失败者 他就越失败越愤怒 所以说这个龙剑自己呢 被摔在地上了 就开始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其实就是开始逼迫教会 撒旦跟上帝干不过 跟耶稣基督干不过 跟天使干不过 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的气呢 无处发泄 他要找一个渠道 他就开始什么呢 跟教会作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上帝一定会保护教会 所以说于是有大鹰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了 一载二载半载 那蛇就在女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 那要将妇人冲去 的确帮助了妇人 开口吞了 那从龙口中所出来 吐出来的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撒旦跟教会作对的时候 撒旦也是失败的 他又更生气了 他就非常的愤怒 又发怒又生气 因为他跟教会作对也不行啊 他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与其他的 这个妇人所生的儿女征战 这个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与耶稣基督作见证的 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 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你会发现这个撒旦呢 跟神作对失败 跟天使作对失败 跟耶稣基督作对失败 跟教会作对 还是失败 他最后非常非常的愤怒 他开始是什么呢 逼迫那些教会里面那些 神的儿女们去了 就是他的目标就越来越缩小了 他要发泄他的愤怒 他要跟神作对 最后他就开始选择 跟神的儿女们作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在这里面 已经给神儿女一些鼓励在里面 这里面讲到了 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就是羔羊的血 神的道 还要就是我们愿意 有一颗牺牲的生命 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虽然说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撒旦要跟你作对 他要攻击你 但是你不要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 羔羊已经得胜了 天使也已经得胜了 教会也已经得胜了 当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来讲 我们也已经得胜了 你可以活在得胜的里面 你可以不被撒旦所攻击 不是说不被他所攻击 而是说你不会失败 就是你不会失败 但你会被他攻击 你会被他用各种方式来害你 来陷害你 他其实陷害你的目的 其实就是跟神作对 所以说就是在这里面 把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就表达出来了 就是羔羊的血 见证的道 还有我们愿意一颗 为主牺牲的心 所以在这里面就鼓励我们 要喜乐 要喜乐 那在十节到十七节 特别告诉我们 撒旦现在只不过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所以你不要怕他 那说当时的基督徒被逼迫 其实也是撒旦在背后的工作 就是透过当时的那些政权 或者宗教的实力 来逼迫基督徒 其实也是撒旦在使用他们这些地上的政权 因为他在天上没有位置 他在地上要掌权 说圣经里面描述是什么 这世界的王 其实就是撒旦 他要掌握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他要去害基督徒 然后他要去杀基督徒 其实就是要跟上帝作对 让上帝好像心里面 好像流泪一样的那种 让上帝难过 让上帝痛苦 其实他跟上帝没有办法 就像我们知道看过一些电影 或者那种电视剧 什么那些黑帮 或者怎么样的 他拿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没有办法 他就开始什么 拿他们的儿女下手 是不是那些绑架 或者是些 就是有些人他 拿他本人没有办法 他就开始威胁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儿女 那些弱者 跟他有血缘关系的 他开始透过这个方式 去害别人 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你会发现撒旦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这样 他跟上帝对着干没有用 他就开始去逼迫神的儿女们 就是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会在地上 有的时候会遭遇逼迫 会经历困难 我们为什么会不容易 大家不要忘记 是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有这样的身份 所以撒旦 他不会放过你的 当然不要忘记 你可以得胜的 因为靠着基督的保血 靠着神的道 靠着我们那颗为主摆上的牺牲的 留学舍命的精神 你就可以得胜了 好我们就看第二点 大点第二大点就讲了这个关于兽的印记 兽的印记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讲到了这个红龙 这个龙 这个大龙 最后在他跟神的儿女作对 跟教会作对的时候 他都失败了 是不是 他都彻底的失败了 彻底彻尾的失败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撒旦呢 他会继续的 变着方法 变着他的 换不同的方式 他要继续的 做他垂死的挣扎 所以说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 其实就是说 撒旦 垂死的挣扎 可能会更加明确一点 其实就是撒旦 他的日子不多了 他也觉得自己不行了 那他要做最后的 垂死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或者说是 他自己想要 表达他的情绪 表达他的不满 虽然他也知道他的结局 但是他的情绪无处发泄 撒旦也是有情绪的 大家不要忘记 他也是有情绪 他里面有很多的 那种痛苦 那种失败 他无处发泄 他要找到一个 发泄的一个取消 但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 一个失败者 那他怎么办 他怎么去发泄 他的失败的情绪 他是怎么样去表达的 那后面他继续的 用不同的方式 我们看这个兽的印记 就是在第13章 我们看 第一个讲到了海兽 第二个讲到了地兽 不管是海兽 还是地兽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属于撒旦的化身 或者是撒旦的溥仪 或者说是撒旦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者 或者说代表团 都有可能代表者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约翰又看到了一个意象 就是有一个兽 从海里上来 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当中 所有的人的概念里面 还是一个让人很恐惧的地方 说在圣经也描述说 海再也不存在了 其实就是说人类的恐惧再也不存在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在描述的时候 其实透过海那种形式在表达 就是人们所恐惧的 其实就是撒旦所制造出来的 那就是海兽开始出来了 那从海里 就像当时时代人就觉得海里面总是有海怪 这种东西 就好像其实在这里面上帝透过约翰呢 就告诉他们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那就是一个兽啊 就是一个撒旦的差异 就是他从大红龙又变了一个兽的一个形式 或者说他自己不能这么做了 他就或者说他就拆拍了他的 或者说他塑造了一个 或者附在了某一种东西的身上 物体的身上 然后呢 继续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描述这个海兽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 十头七脚 十脚七头 那十脚上面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 那他所见的兽呢 形状像豹啊 脚像熊的这个脚 然后呢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呢 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你会发现撒旦开始授权了 他也开始有他的授权 因为他实在是 在征战当中 他屡败啊 他一直在失败 然后他就把他的权柄继续转接的另外一种 他的一个 他的仆 他的使者的身上 就是兽 我们把他称为这个海兽 然后他就把他的能力 还有座位 还有权柄 然后都给了那个兽 然后这里面就讲了这个兽呢 七头中呢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如果反正在这里面就描述了那个 好像那死伤啊 那死伤却医好了 似乎其实在描述看似医好 其实是一定彻底的一个失败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的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你会发现这个兽呢 其实就是要引导大家去拜那个龙的 跟从那兽 要拜那龙 其实这个兽呢 其实就是撒旦的溥仪 他的差异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呢 也拜兽说 那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一些亵渎的话的口 又又权柄给他可以任意的行 42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了一些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地上的 又任凭他和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那在这里面讲到并且得胜 这里面的得胜 是什么样的得胜 那么待会还会再分享 也把权柄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 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的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高阳声明册上 都要拜那个兽 拜那个龙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也是如此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讲到的是海兽 他不法之人的一个形象的特征 其实这个兽呢 其实就是撒旦的差疑 就是撒旦的差疑 然后呢 他就是要带领大家去拜撒旦 就是去敬拜他 然后其实非常邪恶 他甚至可以行各种神迹 启示出来 甚至他亵渎神 所以我们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撒旦其实 他本身是不会向神说 亵渎话的 大家知道吗 撒旦本身 为什么你看圣经那边描述的 非常清楚 撒旦的差疑 包括撒旦 一旦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什么都是跪在地上 并且说什么呢 至高者神的儿子 你要来验我们吧 非常的恐惧害怕 你会发现撒旦呢 看到神 看到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是非常恐惧害怕的 所以可以非常明确一点 他们绝对是不敢向神 说一句亵渎的话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撒旦的差异呢 他就敢讲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人 那就是人呢 有的时候 当你不愿意敬拜神的时候呢 所以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骂神的话 有没有 有些人敢骂神 其实 你要知道那些骂神的人 其实就是撒旦的差异 其实他就是无形当中 他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撒旦呢 他就会透过这种 附在人的身上 或者附在某一个动物的身上 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描述 他曾经附在蛇的身上 他也附在一个人身上 两千个鬼 还附在猪的身上 其实同样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知道 撒旦有些也会附在人的身上 并且那个话呢 有的时候那个亵渎话 其实有的时候呢 不是从撒旦本身来的 而是因为当人一个人 他远离神以后啊 他比撒旦更可怕 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敢讲亵渎的话 撒旦都不敢讲 人敢讲 真的是很可怕 并且最终达到了撒旦 他想达到的目的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呢 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其实就是指到 在这个地上那种 也是一种敬拜撒旦的一种群体 他们跟基督徒作战 他们得胜了 其实这种得胜呢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 是一个世界性的得胜 但是并不是上帝所谓的得胜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被杀 被冤枉被抓 从表面上来看 是不是他们得胜了吗 是不是就的确是他们得胜 事实在环境上来看 的确是他们得胜了 那我们可以把刚才的这些内容 大概做一些整理 我们看到这个海兽的形象呀 海兽被龙授权呀 海兽迷惑人群呢 海兽去亵渎圣呢 还有海兽去逼迫教会 并且还会得胜哦 那基督徒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 说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海兽呢 也是他代表了撒旦的一个 他执行了撒旦的权柄 但他比撒旦更可怕的一点是 他敢讲亵渎的话 他竟然敢跟上帝对着干 甚至他逼迫基督徒 他还可以得胜 这是撒旦他自身都做不到的 为什么撒旦他自身不能做到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面描述的画面 因为基督徒呢 跟他得胜的时候 争战的时候 最终神都得胜了 说撒旦他没有办法 他最后只能改头换面 他开始换种方式 去发泄他的情绪 他就是透过人的方式 去跟神作对 他透过负在人的身上也好 影响人的方式也好 或者说引导人的方式也好 就是跟上帝去作对 甚至去逼迫基督徒 跟神的儿女去作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却发生了一些事实就是 神的儿女被他们陷害 神的儿女在地上被逼迫 并且好像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 是一个失败者的感觉 有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地上 真的是不容易 周围的环境都否定我们 没有人理解我们 似乎好像我们是一个失败者一样 但是不要忘记 忍耐等候的必然得救 所以说在最后这个地世界里面 这里面特别说到什么基督徒要面对 神鼓励我们一定要去面对 虽然从环境上来看似乎我们失败了 但是基督徒一定要忍耐和信心去面对 在地世界里面说了 掳掠必备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这里面其实当然不同的意思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 就是说虽然今天我们被撒旦掳掳掠 但是撒旦也有一天 就他的差异也必被虽然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被刀杀 但是最终被刀杀的确实是他们 因为圣经里面描述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也就是说你不要怕这些地上的撒旦的差异 他虽然能杀身体 但他不能杀灵魂 所以说在这里面神就特别鼓励我们 继续的坚持忍耐等候 那不要怕 那后面又有一个画面出来就是地兽 海兽过去以后又来了一个地兽 这个比海兽更可怕 为什么说比海兽更可怕呢 撒旦也在不断升级 升级他的战略思想 那第十一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到 有一个地兽从地里出来的 然后两脚如同羊羔 时间原因我在这里不特别去念了 那在这里面其实就是讲到了 假基督假先知 你看两脚特别像羊羔是不是 好像那个被杀的羔羊一样 但是他的说话呢却像龙 就是说话非常像龙 他表面上两脚长得像羊羔 似乎开始 人为什么说末后时代的时候 有人说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耶稣说你们不要信 因为在末后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出来 你看他在头一个兽的面前 实行了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命 你看这个兽呢又把这个权命继续的授权下去 龙的权命也继续的授权下去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呢 都去去拜那个兽 拜那个死伤一好的那头一个兽 去开始拜兽 其实最终拜的还是撒旦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呢 叫火从天上降下 有很多的神迹骑士做出来 如果你后面继续看 凡事不拜兽的都要被杀害 并且凡事不拜兽的 无论大小你就不能做生意了 如果你身上没有兽的印记 你不能做生意 你不能做买卖 你甚至不能买东西 最后的时候又一句话来鼓励基督徒 说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的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666 这里面就讲666 在这里面我们要描述一下 这个兽到底指的是什么 指的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假基督假先知 非常像伊利亚 又像神的仆人伊利亚一样 非常像 但是都是迷惑众人的 让人去拜他 反而是什么呢 远离神 兽的逼迫 不拜兽的要被杀害 你会发现 兽的印记 不兽 不兽印记 无法生存 那在这里面我们 要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兽呢 他更高能一点 更高能一点 于是什么 他会迷惑众人 他是用假基督 假先知的一种方式 然后去迷惑人 甚至可能说是一种 道德主义的一种标榜 我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你会发现 可能很多东西是跟这个兽是有关的 但是我们不留意 那我们可能就会中招了 说圣经也描述说 甚至连选民也被迷惑了 但是也就是说 选民被迷惑了 但是我相信 神的选民绝对不会拜那个兽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成了兽的帮凶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被兽呢 迷惑了以后呢 我们认为那是对的 虽然我们没有拜那个兽 但是我们似乎还把他当成是对的 可能我们也无形当中 变成了糊涂的基督徒 也会受被这个兽迷惑 但是我相信 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拜那个兽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被迷惑 就像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啊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某种邪恶的组织啊 表面上挂了一种非常 好像光明的天使的 这样的一个标榜的一种形式啊 在地上开始讲他们的一套理论 讲他们的一套什么 所谓的人道主义啊 人文主义啊 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东西 基督徒甚至还成了他们的帮凶 也被迷惑了 我们讲的不是人道主义 我们讲的也不是人本主义 也不是人文主义 我们讲的是上帝 以神为中心 不是以人为中心 也不是人道为中心 也不是以人本为中心 而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呢 也被那些东西迷惑了 但是呢 虽然基督徒没有去拜那个东西 但是呢 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像是对的一样 说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 假基督假先知 他的欺骗的方式是更高能了 撒旦如果直接向你显现 跟你对着干 我们马上就能识别 但是这种是最难识别的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666啊 这种瘦的印记是最难识别的 他的更高能一点 那他的欺骗的方式是更加的 让人很难识别的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教会 其实当时约翰也是特别提醒当时的教会 要识别这种现象 所以你们智慧和聪明人一定要留意 要留意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要沉睡啊 不要无形当中被他们欺骗了 甚至还成了帮凶 所以说要留意这个666的问题 当然什么这个666到底指的是谁呢 在那个时代呢 那我看了一些解经书啊 特别说直接是指的什么呢 是当时的这个凯撒王 豆米仙好像是尼路王 他们两个的名字加在一起 正好是666 当然那我相信 其实真的也是指啊 在那个时代 他们一看就知道他指向的是谁 那这些皇帝呢 这些政权呢 你会发现他表面上也会讲很多仁义道德的东西 满口都是那些仁爱啊 礼意啊 这些道德的东西 但是大家不要被这些人欺骗了 他既然统治者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达到统治者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跟随 他一定要讲一些能够迷惑众人的话 那其实是当时时代的凯撒 尼路王或者说豆米仙 他们其实就是成为了这个撒旦的溥仪啊 我们知道希特勒 在二战期间他同样也是一样 他也成为了这个当时那个时代撒旦的溥仪 他讲了一些东西 甚至当时的众教会都支持他 大家不要忘记啊 德国的教会啊 是支持希特勒的 众教会主流教会啊 当然那些不支持的这个很多的教会都被逼迫 大家都知道这个彭霍费尔就是其中的 在那个时代当中成为殉道者 他就坚持反对希特勒 弟兄姐妹大家不要忘记啊 在任何一个时代 一不小心主流的教会 却反而成了666的帮凶 666的帮凶 所以说在这里神特别提醒 要注意666的这个问题 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受了666的迷惑了呢 我们今天在美国这种极左的思想 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环境当中 民主自由 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 科技主义 自然主义 真的 就是神的心意吗 是不是这些东西 无形当中 是今天 是撒旦 这个大红龙 他一步一步的授权给海兽 又授权给地兽 然后开始包装他自己 外面包装了很多精美的漂亮的东西 但是里面就是撒旦 就是黑暗的诠释 如果直接给你来个黑暗的诠释 你马上就能识别 但是他外面也包装的太多了 我们很难去识别他 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小心啊 主流的教会 你敢保证今天说你不被迷惑吗 当然我们也不敢保证说不能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警醒自首 好好的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耶稣在科技马医院的时候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所以我们要祷告 求神给我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 不要受这个受的应急的迷惑 但是呢 神的儿女是绝对不会受 受的应急 但是我们可能会被迷惑 成了他的帮凶 结果我们开始为他服务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教会 这个666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也是撒旦呢 他会透过政治和宗教的方式 开始去迷惑人心 因为宗教和政治是最能够 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蛊惑人的 所以说撒旦就用这些方式 在历史历代以来 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蛊惑人心 然后大家要特别留意 现在美国的环境 包括中国大陆的环境 包括这个世界的环境 不管你深处在任何一个时代环境下面 你都要特别小心 因为那些666的印记是无处不在的 不要以为666只是指疫苗护照 那些我觉得那些不是啊 那些根本就不是真正这个666其实指的就是那些撒旦的差异 他们无孔不入 他们无孔不钻 你一不小心你就中招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666是不是指的是科技呢 666也不是科技 但是呢666会不会利用科技呢 绝对会用啊 那当然如果说政治 他本身也不是撒旦啊 宗教也本身也不是撒旦 但是撒旦会用这些东西 会用这种科技啊 会用这种宗教会用利用政治的方式 然后来打造他他自己的一些啊 他的国度啊 打造他自己的邪恶的国度 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到这个666的印记 其实不要忘记我们在前面讲到了羔羊的印记 就产生了对比 所以教会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因为在这个时代呢 末后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稀奇的事情发生 并且大家也不要忘记 其实人的好奇心呢 导致人很容易被撒旦迷惑 撒旦呢 他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时代的发展 各种形式来满足你的好奇心 说基督徒呢 千万不要让撒旦利用了我们的好奇心 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很多新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说弟兄姐妹千万要留意 撒旦就会用这种各种各样这种更新换代的一种方式 或者一种好像超越的一种方式 让人觉得好像哦 我一下子就比别人高一等了 各种这种东西 撒旦特别会利用人心 我们常常说什么 好奇心害死猫是不是 说弟兄姐妹也特别要小心 你的好奇心可能会让你的信仰走向沉沦 这个也特别要小心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你看撒旦也有教堂 非常可怕 他开始去迷惑基督徒 你看 包括你看这个有很多类型的 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这种三字教会 他们跟佛教一起开始为世界祈祷和平 你看讲台上站的都是这些 你看又是基督教又是佛教就混到一起了 你会发现这种真的是撒旦是无孔不入 在任何一个国家 在任何一个环境下面 他都是变了各种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第三点是讲到14万4千人的这个内容 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画面 虽然基督徒的确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会被撒旦逼迫 还被撒旦迷惑 还被撒旦忽悠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成为14万4千人 那这里面就讲到了第14章讲到了这个14万4千人的一些画面 那第一个就讲了天上的敬拜 那西安山啊 讲到这个西安山是天上的西安山 那14万4千人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 他们是对主忠心 那他们是同身 那无论羔羊在哪 他们都跟随羔羊 那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是出熟的果子 然后他们也是口中没有谎言 他们没有瑕疵 那这14万4千人其实指的就是 今天凡在耶稣基督里面 相信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也就是所有受了羔羊的印记的人 说在这里面是以圣父圣子的名的印记 这里面讲到了羔羊的印记 在这里面说到了啊 你看呃都有他的名啊 这14万4千人都有他的名和羔羊的名 写在恶上啊 写在我们的恶上啊 就是说这都是讲到了就是羔羊的印记 前面讲了受的印记 不要忘记我们是受了羔羊的印记的一群人 我们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啊 持守信心啊 忠贞不渝跟随到底 那地上的审判 我们看到那地上会开始有审判 虽然说撒旦他要做垂死的挣扎 最终神要实行审判 那所以说基督徒呢 虽然会被逼迫甚至被杀害 在13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说到如今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他们 虽然的确是基督徒在当中不容易啊 受到了很多的逼迫 那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地上审判的时候 第一个天使呢是宣告了福音 第二个天使呢宣告了撒旦的失败 第三个天使呢宣告了不信者的审判 但是最后又讲到了基督徒的价值 基督徒的安慰 说基督徒只要我们坚持信仰 我们基督徒是充满价值 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 在末后的首歌就讲到了这个十四节到二十节 讲到了两个画面 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手中的镰刀 另外是一个天使手中的镰刀 耶稣基督手中的镰刀 他要把他的儿女都收到他的骨仓里面去 天使手中的镰刀是什么呢 是一种践踏的方式 是一种酒榨满了酒池盈溢 他们的罪恶甚大 那就是像那个葡萄汁一样 流出血红血红 这个其实就讲到了上帝的审判 有一天神要实行一个末后的首歌 这个末后的首歌是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 他要拿进泊气扬进他的肠 好的留在仓里 坏的留在外面焚烧了 这其实就是讲到了两个画面 天使人子手中的镰刀 耶稣基督的手中镰刀 他要把他的儿女接到他的怀抱里面去 天使手中的镰刀 对于那些败兽的跟兽 一同的那些邪恶的 那些不敬拜神的 那些受了受印记的 他们都要实行被实行审判 今天我们讲了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富人与龙 指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受的印记又是什么 十四万四千人又是谁 又讲了里面的一些细节 我们总结一下 基督徒与撒旦的之间的战争的总结 撒旦已经彻底失败了 现在的撒旦只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他会变着各种各样的方式 用寿的方式 地寿的方式 海寿的方式来呈现 来迷惑人类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基督徒的苦难都是暂时的 十四万四千人的忍耐 是有价值的 最终上帝要为他的儿女们申冤 那我们用时间关系 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多少人 我就先关了 我们十一个人可以分成两个组 大家可以有十几分钟的讨论 那我们讨论两个点 我还是分享给大家 那基督徒与撒旦之间的战争 在这课当中 你的收获是什么 关于受的印记 你认为666在圣经中的时代 指的是谁或者是什么 而在今天指的是什么 你的领受是什么 我们要特别敏锐这个666 其实这个666 当然大家千万不要动不动 就跟别人说 这个是666 那个是666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说 因为666是不会不断切换的 凡是那些虚假的 那些不合神心意的 那些光明天使包装的 当然那些都是666 其实说白了 就是凡是不是属神的 那都是 那有些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 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你就知道你要抵挡那些东西 你要跟那些东西远离 但是你不要随便给人家扣个666 不要说这个疫苗就是666 当然疫苗有可能会被666 这种撒旦的这种方式会去 去使用它 但是不要说666就是指疫苗 疫苗没有犯什么错 不要去指疫苗 比如今天我最近听到很多的基础图 就说疫苗就是666 我想这些大家要特别留意 其实就是说666 像撒旦他的差异一样 他真的是无孔不入 他要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他要去迷惑人心 然后要在地上去给人 不断的去受他们的受的印记 甚至还要迷惑基督徒 还成为他的帮凶 大家要特别留意 这是要小心的事情 今天我们可以分享这些内容 我们有十几分钟分享我先关掉了